連現在看到國際旅客來台人次不如預期 原定交通部訂定的一千萬人次目標 現在確定跳票了 詳細的情況請記者留佩婷 但我們了解佩婷 過去中正紀念堂國際客造訪人潮不減 更是日韓遊客必訪景點 只不過現在外國遊客來台人次銳減 日前交通部喊出千萬國際旅客也跳票 根據統計截至十月底以前 也不過才五百八十萬人次 交通部長陳世凱坦言要達標很辛苦 但今年大概可以達到七百五十萬人次 會沒和觀光署持續努力中 若今年沒達到 明年會同樣定下一千萬的目標 業者痛批七百五十萬人次 是歷年最慘標準 判明年把失去的補回來 達到一千四百萬人次目標 同時喊話觀光署積極到海外宣傳 保慮放寬東南亞相關的國家的簽證來台的限制 讓更多的東南亞客人能夠來補充 另外對於日韓也要加強宣傳 畢竟日韓是我們最大宗的客戶來源之一 最重要就是當然能夠迅速的 就是跟大陸這邊能夠達到相關的這個安排 讓整個大陸旅客來台 剩下兩個月要抽一百五十萬國際客 業者建議能把目標轉向韓國年輕族群 跟東南亞市場 台灣也能接近他國 像是香港議後 赤資買了五十多萬張機票 提供國外遊客抽獎等等 至於觀光署分析 國際客下修原因 主要還是因為四到七月 受地震跟颱風以及軍演的影響 強調第四季會繼續衝刺